美国的美国的一个军事高官啊 他今天发表声明啊 他这么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这个事件 现在目前看乌克兰大事已去了 就是我我是刚退役啊 他是美国的国家国防部的不叫什么什么干部 他今天刚退休不长时间 记者就问他说 你看这个乌克兰呢 现在什么样了 他说的我告诉你嘛 乌克兰现在大事已去 最多最多能挺到过年的二月份 看到的咋看到 就是他说我告诉你啊 这还得说我是 我是因为乌克兰还有一定的抵抗能力 我因为他能坚持到20 对一个副部长 2024年的二月份 现在几月份了 现在马上十二月份了吧 还有三个月 他说我因为我个人因为 就是乌克兰很难撑到 2024年的二月份 就是我个人看2024年的二月份之前 乌克兰一定会投降 他打不了了 美国现在给他援助的武器 连承诺的30%都没给他送到 就这小子说的啊 因为他就是美国国防部的前官员 他说了啊 美国承诺给乌克兰的武器 连30%都没送到 他说我告诉你 乌克兰很容易出现前线士兵大亏败 甚至大逃亡 甚至直接集体投降的这个迹象 为什么 因为随着巴以冲突打过来之后 俄罗斯加大了力度 集结了就是上十万的部队 对乌克兰全境 以及乌克兰以前曾经 俄罗斯从未发动过战争的一些城市和乡镇 发生了就是发动了大规模的这种的围堵 和这个重新的这个打击 导致乌克兰本身炮火没有 这个武器没有 再加上士兵疲乏 再加上雇佣兵退缩 导致乌克兰现在你别说别的了 原先乌东四周 现在基本上是岌岌可危 而一些新开辟的战线 令乌克兰根本就是措手不及 所以说你现在乌克兰人想抵抗 那将来就是搞霸 搞霸扫我棍这块 棒锤去你嘛 扫我棍 剩下鸡毛没有了 为啥 美国承诺的武器 如果要是权限给成的话 乌克兰还能继续打下去 而这次反攻失败 我这一个我不代表官方 他说的啊 我不代表官方 我只能告诉你 乌克兰这次反攻失败 跟美西方国家 包括美国援助的武器数量 达不到当时的预定的数量 有直接关系 说白了 就是美国跟欧洲 把乌克兰给凑了 懂得打个懂 能明白啥一报 这也要说老真了 他说我告诉你 如果美国当时跟乌克兰制定的计划 如果能按期交 就是按数量 能交付给乌克兰国防部 或者是乌克兰前线的话 乌克兰还整就能完成 一个到两个 三个或者四个的军事目标 结果一个都没实现 那就是美国和欧洲国家 给他忽悠了 说你跟他跟我干 你这咋要什么武器 那咋要什么武器 哪天给你送什么武器 我都给你们送到 结果呢 他们承诺完给乌克兰了 乌克兰这帮小子 拿老少姑 你上前线就个家 后边一直去前线 哇擦对吧 马上我的重心武器了 所有的士兵 在前线上拿着小米尔架步枪 一直等着美国的坦克大炮呢 懂得打个懂 就是用这种大饼的方式 把哲联坑完了 这个美国的这个高级官员的这个言论 得到了整个欧洲 得有十了个国家的认同 说你看不是乌克兰不抵抗 也属实是很多国家囊中修舍 这个消息公布完之后 欧洲的一个那个北约的 一个副秘书长 他对外就说了 他说你看基于美国的 哪个哪个高官的言论 我们一直认为就是说什么呢 他说的言论有的地方是对的 但是有的地方是不对的 我就跟你们说实话 欧洲这些国家 包括北约北约澳 北约数十个国家里头 现在有一半国家以上 军火库基本都清零了 我们不是不对线给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是因为我们曾经承诺过他们的这个武器 都是因为基于我们的再生产能力 再加上跟美国的一些订单 如果美国能满足我们的这些订单 我们会把我们订单的一部分交给乌克兰 而我们确实是跟乌克兰签署 或者是答应了给乌克兰多少多少武器 但是我们自我生产能力第一跟不上 第二美国跟我们签署的协议定单 一直在推迟推迟再推迟 导致我们没有武器援助给乌克兰 这就导致我们并不是说给乌克兰武器 而我们不给 就是因为美国军火商 也是一直在推迟推迟推迟 我们的订购的一些武器 这说明什么 还没等战败各种找原因了 就是各种就开始玩 他妈的这个这个推托了 就是说白了学的嘛 就是就是各种甩锅了 我开甩了啊 我们不是不给 是我们的 你看戴药库都干了 啥也没有了 鸡也没有 鸡也没毛也没 什么都没有 你要我们给什么 我们跟美国呢 就一直签协议 说满足我们155毫米 导弹多少 炮弹多少 没啊 火箭炮多少 没 美国给我做不出来啊 而我们呢 一直靠着北约 我们有没有太多的一些生产 这个武器的这个工厂 所以说我们自身做不出来 导致现在他们是狗咬狗 一嘴毛了 这就说明什么 折连世纪今天开的一个 紧急峰会 大伙周天我给你们讲了 他什么呢 要紧急应征一些士兵 今天好像是要落到实处 没等落到实处呢 现在已经出现到什么程度了 知道不行的吗 国内老百姓在呼吁折连世纪 不行就赶紧跟俄罗斯 坐下来还是谈 还是要干什么 甚至今天有俄罗 有这个乌克兰高级官员 跟折连世纪就说了 我建议啊 就是我就是有一个议员 那叫什么名啊 给他定个轻额 你会觉得我这小子说啥了 给他定个轻额 他就说了一句话 我建议应该考虑一下 美德之间的这个建议 什么建议呢 趁着我们现在 被俄罗斯只占了乌东四周的情况下 是时候跟俄罗斯好好谈一谈 能不能啊 咱们现在冻结战场 或者是咋咋的 如果要是不谈 随着俄罗斯集结的这些部队 如果真就像我曾经 再次不想跟你们讲 俄罗斯本来要乌东四周 结果打下来八个周那天 那你岂不是更被动 我说对咋个对 能明白啥意思吗 就是乌东四周 本来是俄罗斯想要的地区 结果你他妈 让俄罗斯光光盖下来八个了 以后能是要四个了吗 他拿来八个了 以后他兴许就要六个 或者是要五个了 能明白就打个明白 所以这个议员今天说完这个 折连世纪 你他妈把衣服给我拔了 给我滚出去 把这小子的议会 直接给撵出去了 而这小子刚要一走 其他得有十个议员 也都站起来了 就一直力挺地要说 你看他没有别的意思 他只是说要你考虑 而并不是他说 非得去这么做 回走折连世纪 又把他拽回来了 不是他拽回来了 是其他议员把他拽回来了 但是这小子你们听信 这两天百分之百 得遭到折连世纪 直接给他撸赶着的这个时间 你们会觉得我 美国能让他谈判吗 就是美国要不要谈判 我因为现在这个时间 和现在这个节点 也确实对乌克兰 是一个极大的挑衅 为什么 你想想学怎么来 俄罗斯现在大规模 昨天你们自己都知道 75架无人飞机 向这个乌克兰的基辅 发动了大规模的 无人飞机袭击 就连那个叫拉图维亚压长 进去之后 都让无人飞机 给干到地下室去了 你说这无人飞机干多少 但是俄罗斯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大范围的 把这个无人飞机往里干 知道不行吗 袭击的全都是 乌克兰的一些能源设施 比方说供电设施了 供暖设施了 供水设施了 为啥 就是因为冬天到了 知道不行吗 给乌克兰斯亚 你服不服 你都得服了 为什么 随着这个巴以冲突 让你感受到欧洲 对你们乌克兰的 原乌的这种疲劳症 再加上 这个这个 以色列和这个巴勒斯坦 过多的在拖 这个拖住这个美国 导致你就变成了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你就变成了一个他妈的一个被遗弃的人 所以说你俄罗斯这边施着呀 那边美国还管理不过来他 导致他现在也确实是蒙蔽状态 对quèüh状态